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个星期你每一天都会见到我 好的 我们今天直播的地方是Newcastle 那今天的公寓是Student Ruth的St. James House 这个公寓呢 基本上每一年我们直播的时候 他们肯定都会已经有一些放心都是卖完的 所以今天也是同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会尽量给你们看 我们剩下来的房型 刚好有一个同学也愿意给他的房间出来给我们看 那在我旁边的这个呢 大家好 Hello 这是我们年轻貌美的副经理 所以我跟他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他在这边工作已经非常的久 他是负责管理这个房子跟那个 St. James Point的一个副经理 所以这两边的所有的问题 他大大小小 那个公寓所有的 什么他都完全全可以 有问题尽量提问 我尽量 非常的了解的 如果我不知道我会帮你找到答案 对 我们今天在Newka 对 好 今天这个公寓呢 它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的 因为它是在那个住宅区 但是呢 它又离大学的所有地方可以很近 对 Durham的房子 有的 我们很快会有Durham的那个直播 但是应该不会是在这个月 那你就先关注我的那个号吧 那我们有那个Durham的直播的时候 我就给你看 我们现在在Newcastle 对 在东北部 英国的东北部 对的 对的 我们肯定会做一个直播的 你们放心吧 好了 那今天 我们再等一会 多一点同学 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是St James House 这个公寓呢 它是只有Studio的 但是是每一年都非常受欢迎 就是我 我已经在Student Research公司工作了多久了 2018年 已经在这边工作了 但是没有一年 就是他们不会很早就卖完 所以每一次要做直播的时候 就有点心买了一半 对 好 那 好的 我们现在有12个同学 大家好 我是Student Rooster Mehta 这边这个是 我是Megan 对她是Megan 是St James House 跟St James Point的副经理 对 这个是非常亲切 又年轻又貌美的一个副经理 对 好 年纪就不要讲了吧 哈哈 就是年轻貌美的 副经理 好 那 我们 现在就开始了吧 好吧 好 Let's go 我先把那个 相机交给Megan 给我拍 好的 那我们现在是在 New Castle St James House的门口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所有环境都是非常临近 因为她就是在一个住宅区 但其实呢 三分钟步行就是到那个Business School 五分钟以内的步行呢就到那个 牛卡的大学 或者是如果你是Northumbu University的同学的话 他只是12分钟就能到达了 而且市中心呢也是五到十分钟的步行以内就到了 附近还有那个五分钟的步行有一个中国超市这样子 所以这边的生活是非常的便利 现在又多开了一间中国超市 哦 现在又多开了一间 都是在市中心 所以选择性很多 对 然后这边的 我这边吃的东西也是种类很多很不错 中餐的话 那个选择非常的多 或者是你喜欢韩餐日本餐这边都有 非常的好 然后呢 这个公寓呢 它是只有Studio的 所以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想 好 sake morning 哈哈哈 但是我抱歉 我打个岔 哈哈哈 这边就比较适合 就是啊 想专心 就 专心学习的同学 你不要在逗我笑 哈哈哈 就跟我的同学说 跟我的学生说找 哈哈哈 sorry 好 ok continue 这边的对 学习的环境真的不错 而且呢 这个公寓 它不大不小 但是里边呢 所有的设施 都非常齐备的 好 那我们先 先让那个副经理给你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然后我们进去前来 好 我现在让各位看是 呃 公寓对面 的房子 这些房子它 基本上都是历史很悠久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再去改建 加盖外观等等之类的 好 你好 Alexis 很高兴见到你 好 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现在在我 右手边 看到的 有一点红色 那个就是 Sem Genesis House 然后 你们看到的 那个 window 它有一点突出来 那个我们是叫 bay window 我们有几间房间 它的房 窗户 有窗台 对 有窗台 那这个你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的正门口 Let's go 好的 那也是 我们每个公园呢 都是有门禁系统的 所以你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钥匙 好 有警察 好 好 让各位看一下开钥匙的地方 对 开钥匙的地方 这个钥匙就必须要带在身上 晚上 正常 好了 你们平常 需要入住任何时间 你只需要在你的帽号里边 点选好你的入住的日期 因为你想入住的时间 然后这边公园的员工 就会给你安排好设行 入住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进来也没有关系的 而且呢 这边也是有那个 invalid 的待修复 所以你们的包裹,你们网购去上课,或者是没有空货来拿也没有关系 因为公园那边会先帮你们收好包裹,然后你们准备好有时间的下来拿也没有关系的 这边这个是我们小姐姐的CSA OK,say hello 谢谢 好的,那你们入住的时候会拿到些什么呢? 那第一个就是你入住的小信封,那信封的外面会写好了你的ID,就是你账号的ID,然后你的房号 那里边呢会有你的钥匙,我先拆开来给你们看 这是你们的房卡,所以就是要在任何地方都要带着的 因为这边是门禁系统,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要有这个带在身上,要不能就 那个房卡包括刚刚你进的那个大门,然后在那个柜台旁边,等一下会有就是钥匙 然后再来就是你进你的房门三个锁,非常安全 对的,这边很安全 然后这边公寓也很贴心的给你们就是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资料 把资料,这个小纸条里边就有所有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这个市中心,有些什么,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联系的号码,所有都在这边 还有医院的紧急服务,或者是你领时要那个叫Taxi 对的,这边都非常的好,然后当然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上网,要怎么上 这边也会给你一个上网的那个指引,那这边呢你这个租金,就是每周的费用 其实已经包含了那个高速网络,还有那个水费,电费,暖气,都是在包含在里边 然后你的房间里边也是有那个财务保险的,所以你们住在这边就是真的非常的安心 就只需要交易费,所有东西都包在我们身上 而且呢,这边他们也是有24小时的保安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真的这边非常的安全,而且很安静,对 好,那再来呢,前台旁边,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是给你们平常准备跟朋友去上课的时候,可能在这边坐一下 等一下,啊,其他的朋友,然后一起上课这样子 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呢,是我觉得挺舒服的 对,好,我让我们年轻貌美副经理给你们看一圈这边 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其他的设施吧 OK,然后你现在看到那个门打开是一个,嗯,那个洗手间 然后这里转过来,在右手边就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大门口 右手边,然后正对面就是我们的reception 然后那会年轻貌美,Pretty Abbey 那我们这边的柜台都是24小时的security 所以你们非常安全,不用担心 对的,好了,那现在旁边呢,就是我们进去设施的地方 好,这边呢,就是我们通往所有房间跟你们的社交设施的地方 对,也是在这里,对,就是需要等它绿灯的时候就可以了 对,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小小的健身房 但是其实,这个你们现在看到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有那个清扫的员工 会管理整个公共设施的清洁 很细心,对,这边呢,因为这个行军它其实房间不多的 所以它的设施相对来说也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非常足够把我们所有的同学去使用的 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健身房 哦,那个刚刚有人在问那个网速多少 我们这边的网速是它是高速的服务 所以基本上我从来没有听到学生有下来说 哦,速度很慢啦,包括他们在gaming啊,整晚都ok 所以不用担心 嗯,对,好,这边是我们的健身房 你可以看到我们... 哈啰,Rachel Rachel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清洗这个空间 而且我们所有的那个设施都会消毒 使用完之后都会消毒 对,对,那这边那个器材你可以看到其实真的很全的 它虽然不大 它虽然不大,但是其实大部分 像我本身自己会去健身房的人 就是大部分我需要的都够了 对的,真的不用去什么地方 好,而且这边呢,挺好的 因为他们有那个消毒的用菌嘛 所以你们每次用完以后可以啊,自行消毒那个把锁啊 就是你碰过的地方,这边的同学也是很自觉的 所以啊,卫生的方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员工 第一十例后呢,给我们清洁和同学也是很自觉的 所以那个卫生的条件也是很不错 对,因为大家其实基本上都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家 所以都很互相帮忙,互相维护,对 对,好了,那么再来呢,我们就去看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他们的公用的厨房 对,那个gym是你可以下来跟reception定 然后是可以,只要是在这边的学生都可以进去 所以是免费的 现在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设施 我们今天一整天会让你们看的 就全部都是免费 对,那比方说像现在我们Metta要跟各位介绍厨房 那些就是需要你先下来订 比方说我明天要订几点到几点 那我们就会帮你保留着,这样子 好,ok,let's go 可以看到今天,今天的这个附经理在 他就帮我,不想 因为他就主动的帮我回复了很多不同的问题 对,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 尽量问哈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我肯定帮你们找到答案 对的,对的 好,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公用的厨房 那其实呢,我们来这边为什么会 这边有这么一个设施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同学 他们都是住在Studio的嘛 他们虽然说是有一个自己小小的厨房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你要不要先进来 这样你看起来比较高 好,谢谢,谢谢 这边呢,在厨房就是给大家同学 就是过来社交啊 或者是一起聚在一起做一个大餐什么的 所以如果说有生日啊 或者是你们过新年啊 有什么特别的节日都可以在这 像有些学生他会 因为这边是multiculture 所以你可能有各国不同的朋友 那你想要去分享你自己国家的美食 哇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办一个party在这边 然后大家一起煮饭煮菜 嗯,对 对,然后这边啊,第一个 进来第一个会看到非常当面的 非常巨型的这个电视机 那你们可以一边放一些电影啊 或者是一些订阅 或者是一起打游戏 就把你自己的电脑带下来啊 借过去也行的 然后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洗碗机 那里边就用他的就是啊,洗碗机的一个啊,标准的设备啊 然后这个是啊,full size outfit 对,那你们烤什么啊,烤袋啊,烤袋啊,也是啊,空间非常多 然后也是啊,标准的有一个洗手盘 再来呢,这边会有一个啊,有一个加热的那个啊,主食炉 排气啊,之类的,都是非常的好 就是,就是那个,对,这个是非常大位 所以,我们炒菜什么都不如它,那个油边很大 再来呢,他们还会再多一个烤箱 还有一个微波炉这样子 然后这个冰箱呢,也是它的部分 让你先,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大的party啊,自己房间那个小冰箱 然后放不了这么多东西,你可以先放在这边 对,或者是说你要party,那你事先可能要准备一些食材 你就可以先预定,然后放在这边 对的,对的,然后这边就是供大家做的一个餐桌的地区嘛 对,好的,那我让Megan给你们看一圈这个地方 好,我就从门口开始,让你们感受一下它的空间 对,人也看起来比较高 好,来,这边是门口进来 那你现在看到两张大桌 冰箱 然后整个的厨具设备 那基本上学生他们用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大家把这边当成自己的家 所以都会很主动的就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把那个钥匙还给柜台 OK,go,let's go 好的 那我看到现在有76位同学的直播间了 大家好,我是Studio Arts and Meta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直播的公寓呢 是在Newcastle的St.Games House 好,这边的房间都是Studio Zone里的 所以就非常适合一些是 非常想专心学习的同学们 对,好,那再来我们看的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他们的电影师 哇哦 气氛很不错 那这个灯你可以选择开着 或者是关着也没有关系的 但是它的椅子也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这边也是布置成好像一个小小的电影院 对,就是你如果有朋友 你也可以先预定 然后你放你自己喜欢的影片 对的 然后这边也是那个电视机 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声音的那个sound system也是很好的 所以完全是非常像是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 然后他们公寓有时候也会举办一些电影的movie nights 这样子 如果是你喜欢的一些电影 你可以下来一起参与 然后就顺道认识一下 其他住studio房间的同学们 这样子 对 好,那我让美根给你们看一圈这个地方 好,来 我们去看 然后看一下 对 大家各位同学可以想像 如果你三五好友 可以邀你的朋友啦 一起过来这边 然后欣赏电影 然后popcorn 肯定要有的 肯定要有的 来 或者是看足球也可以啊 这边 那其实旁边就是那个 旁边就是 Sengency Stadium 非常有名的Toon Army 他们叫做Toon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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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ewcastle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足球队 对 有什么大型的足球的赛事也是在那边 所以这边平常附近的我非常的热闹 对 但是同学不用担心说如果他们在踢足球的时候 可能会太吵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球场的设计 他们你是可以听得到可能声音 但是并不是像就是很吵杂的那种声音 对 然后基本上他们不会太晚结束 对 而且我们这边隔音很好 对 隔音效果非常好 没错 所以同学不用不用考量 如果你不是喜欢足球的人 会怕会太吵 不会 对 好 再来这边呢 最大的公共空间 就是他们的游戏房跟他的common room 所以很多大型的活动通常都会在这边举办的 他们这边有时候也会办一些节日 跟不同的节日有关的一些活动 让你们就是融入一下他们英国的那个 怎么说文化这样子 对 然后一进完这边呢就是有一个finding machine 就是我们都会有的一个设备就是方便你们在这边 如果半夜要是你study 然后突然觉得饿了 对 对 就可以过来买东西喝 或者是 就电影院就在旁边嘛 你们也可以在这边先买一些吃的就进去也行的 或是你在这边跟同学聚会这样子也可以在这边买 然后旁边这边就是一个空间让大家可能坐下来呼吸啊什么的 因为他有很多插入在这边 那你们的电脑啊或是手机都可以在这边充电 一边使用这样子 这边是一个蛮好转换 因为有时候当你在就是埋头在写你的作业的时候 有时候你关在房间 你会觉得好像提不起劲 那有时候你可以转换一下环境 下来这里 然后有音乐 对 那有时候又可以放松一下蛮好的 对 然后这边也是有另外一个电视空间 这边就跟那个电影院有一点不同 因为他就是啊 比较开放的环境比赛嘛 所以你对公司进行不同的活动这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 再来呢 这边这个板子呢 其实是一个乒乓球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这个桌球很神奇的 就是有两个这样子的板子 然后你放上去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乒乓球 哈哈哈哈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设备 刚刚进来的时候我还问 阿公云这是什么 哈哈哈哈 挺奇怪 但是啊 听说是挺受欢迎的 对对 这个很受欢迎 对 这边也是更多的空间给大家做下来 其实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适合做什么呢 就是 狼人虾 或是剧本虾 你在这边 空间这么大 可以跟更多的同学一起在这边玩 对 好 再来就是tablefootball 也是 我们每个公寓都会有的这个设备 对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在额外的一些 呼吸的空间 这个的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的形状 它只是 它是另外一个 就好像你坐在咖啡厅一样的感受 对对 而且那个座位也很舒服 来吧 我们应该一人来一杯咖啡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这个房间 不行 那个屁股做痛了 你可以下来 换一下嘛 对 对 然后再来这边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音乐的空间 这边有会钢型的同学吗 如果有的话可以下来 弹这个 但是这个keyboard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 full size的一个keyboard 但是都这么说 这个虽然我觉得都是足够你 他很多的歌曲 我都是弹性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 还可以 对 好 好 我们就去 我们第一个房间 好那一样我 Cinema 就在对面 然后 整个是 我们走到这样走进来 左手边是 电影院 然后 然后 右手边 就是我们的common room 那这个common room 是 24小时都开放 你任何时间 想要下来 转换心情 都没有问题 也不需要 事先 定 任何时间都可以 然后 这边是 pot 呃 好 然后 然后 在最后 在门一进来的 左手边 旁边就是 bending machine ok 好 好 那我们去 我们第一个房间 我们要看的这个房间呢 会是 silver studio的 房间呢 其实呢 它 其实它跟bronze的大小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两个房间一起 就是讲解一下 这个房间呢 会是在一楼的 原则上我们的bronze studio跟silver studio 它就是楼层不一样 那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 没有太大的差异 嗯 对 bronze studio来说它的楼层就是在 ground floor 或者是lower ground floor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担心说 啊 lower ground floor 那不是就是地底下吗 那其实不是的 他们 啊 它的lower ground floor 其实就是 外面不会看到进来的 因为它 外面的外墙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植物墙 啊 所以他们没有人会看到你们 你们的隐私度也是非常的高 对 那但是同时它还是有窗户 所以你不用担心采光的问题 对 嗯 对 那我再跟各位提一下 刚刚我们进来的那个reception 这就是它的门口 然后各位从大门口进来 这就是 就是从这个大门进来的这里 好 好 进来的对面就是 对对面这个 对对面这个 楼层的房间的地方 对 对 好 这边也是啊 你可以选择走电梯 或者是走楼梯也行的 这边都有电梯 然后这边啊 这个就是你们所房间的那个信箱 所以你们基本的信件会在这边 对 只要是不需要签收的 对 那个呃 邮猜 他们就会放在这里 那如果是需要签收的信件 比方说你们的BRP card 嗯 需要签收的 我们都会先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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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去 哈哈哈 我们都会先 呃确认是 确实是你们的房号是对的 然后包括你们的帮手那些需要签收的 我们都会帮呃 帮呃 帮帮你们留在会台 那帮你们scan morning 帮你们scan qrcode 等到你收到qrcode 就表示说你的 你们的帮手 你的信件可以领了 好 ok sorry 提外话 这个我觉得 介绍的在轻一点的话 我们将军们的理解了啊 啊 资讯更 更多 对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多 我经常都会每个月 最期待的就是家乡味寄到这边来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哈哈哈 因为我是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哈哈哈 我最担心puzzle没人收 这个幸福 家人都不会给我寄东西过来 哈哈哈 我都是自己买 right hand side 嗯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楼 这一间房 这一间是silver studio 对是105 105 那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开你的房门 你的房卡 对 那一样绿灯 好这是我们SILVER STUDIO 那我让副经理先进来一下 那看房间东西之前呢 我就先简介一下这房间的内容吧 那你可以点选那个SILVER STUDIO 然后我就一边讲解他们可以一边看 SILVER STUDIO 好的那这个SILVER STUDIO的大小 其实跟那个Bronze STUDIO是差不多的 也是就是 就是Bronze的话它是14.5到21.5平米嘛 但是SILVER STUDIO的话 它是16.4到18.7平米这样 对因为它会有一个差距比较大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走廊 那因为有一两间房间 它是在走廊的底 所以它的房型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定的大小四四方方的 所以会不太一样的形状 这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些差异 对所以详细的话 我建议跟GOOMS的顾问老师们 要一下那个说翻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房间的那个报局 是你喜欢的 然后你们再订也可以 要订赶快哦 因为大房都快卖完了 对了 那这边其实那个GOOSTUDIO GOOSTUDIO我们今天是完全没有办法给你们看 因为都已经卖完了 而且这两个房间就是每一年都是这么快卖完 因为它是有两层的 就是顶楼呢 就是隔楼型的 对隔楼型的 你可以在上面睡觉之类的 然后下面就是起居的那个部分这样子 这个今天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 但是因为也已经卖完了嘛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 还是可以跟YOOMS的老师们咨询一下 看一下也行的 或者是你真的真的非常想定这两个房型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先进那个waiting list 所以如果他们有什么取消的话 那你们 排到你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你们通知这样子 好那Bronze Studio的话 跟Service Studio一样 都是只做51周的足期 那Bronze的话 它的楼层呢 就是在Ground Floor 或者是Low Ground Floor这样子 刚刚也介绍过一点 就是Low Ground Floor跟Ground Floor 其实也不用担心影视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 有那个墙 可以给你遮住 你平常起居的一些部分 但是那个采光也是很足够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每一间房间的采光都非常的明亮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嗯嗯好 那Bronze的话 它每周价格就是219磅 如果是Studio Silver的话 它每周价格是235磅 每周 也是只是51周的 好 那我们就来先看看这个房间有什么吧 那刚进来呢 他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小小的清洁用具 还有烫衣服的那个 烫 这普通话是什么 嗯 嗯 嗯 Irning Boat 哈哈哈 我发现在英国太久了 我就忘了这话是什么了 嗯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吧 好 这边呢 这是他们的衣橱 那他们的衣橱 双人入住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衣橱这么大 绝对是足够两个人 存放你们所的衣物这样子 而且呢 衣橱刚刚旁边那个 清洁用具那个地方 上面其实也是一个衣架的部分 上面那个衣架主要就是让 比方说你如果外套每天穿 你回来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放到衣柜进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挂在那边 就不会占用你的衣橱的空间 有 你和Alex说 运衣 抗衣版 哦没有叫抗 谢谢 抗衣版 谢谢 谢谢 好尴尬 好尴尬 在这边带大家看房 谢谢你Alex 好吧 那再来呢就是那个 起居的部分 也是一个小小的餐桌 这个餐饮呢 那餐桌呢 你是可以自己拿开来的 啊所以 平常看电视 如果电视机太近的话 拉开一点点 那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呢 这个电视机也是他们标准的配备 所以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他们的电视机 那再来呢我让Megan给你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部分 电视机下面也会有插头的 啊所以啊 在Sungency's house的房间 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的贴心 就是基本上 不管你要用的餐桌或者是study desk 或者是你床头都会有插座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对对 这边插头真的非常充足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你们复习的空间 也是那个椅子 来吧看一下下面的 对也是插头非常多 对然后这边 这是连那个上网的线的 所以啊高速网络那个我们是 都有配给你们就是WiFi 但是如果你想把那个网络直接连去你的电脑 也没问题 你跟前团要一个上网的线 他们就可以给你们了 好再来这边呢 啊那个书架 就是放你们平常复习的东西的地方 也是很充足 然后也可以啊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书本书籍 也可以参考一下他们就是固執的那个 对 就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家 对 你觉得怎么舒服怎么布置 对的 然后啊过来这边啊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他们配置的 但是也是啊 之前的一个同学这样子嘛 因为啊这个其实是连那个电线的东西 那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的啊电电子的器材比较多的话 可以啊先买一个这样子的啊来 就是怎么说整理一下你们的电线 然后就线就不会一直掉地上 对 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的抽屉 他们的抽屉其实都非常的长 所以你们啊深度都很够 嗯深度都很够 深度非常够对 像比方说像呃我跟各位看一下哦 这个下面的这个深度大概是我一个手掌一半的深度 所以其实他深度都还蛮够空间都很足够 好了再来呢旁边就是他门窗户的地方 还有就是有小小的relax的放松的空间 那他们采光是非常足够 因为他的窗的高度你可以看到是 虽然或是floor to ceiling 但是他是直接到顶楼 而且这边的楼啊就是楼底是挺高的 然后这边也是呃这个房间呢 他的好处就是他有两个窗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放开机了 因为我想开窗 开窗户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你们开窗户 因为这也是我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所以打个叉 就是你们在开的时候 因为他其实这很安全 你外面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撬开的 所以你要开的时候必须往这个往下压 然后往上 这样就可以开了 对 然后旁边这个是 他窗户我们的设计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 是因为安全的问题 防火择的力 对对 好 那个救护车过来刚好 我们就演示一下国英 真的关了以后很安静了很多 对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他们的床 这边的标准都是小双人 这样子 然后他床下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其他公寓都是你要自己拿下 拿起那个床垫才可以放东西进去 但是这边呢 你可以直接 很贴心的设计 所有的你的行李箱 因为我相信各位同学从国内过来这边 我看过有一些同学一来就是四个大行李箱的 所以基本上空间都很够 你不需要再挪出额外的空间去放你的行李箱 对 对 等一下 我先放好这个回原位 对 好 再来旁边就是一个全身的镜子 也是非常的贴心的一个设计 是你们平常穿到什么的 好可以先看一下 看到他被他的眉腿了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 全身 哈哈哈哈 好 再来就是他们的厨房的空间 那Sing Jesus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们厨房的空间 虽然是开放湿的 但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分隔区 就是每一个房型都会有的这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休息的空间 跟他厨房的空间是分的很开 所以就是住虚流也不会觉得那个空间感 对 然后另外特别提一点 Sing Jesus House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每一间房间 不管你是订什么房型 你都会有你的自己的那个洗衣机 那那个洗衣机是两用的 就是洗衣跟烘干一起的 对 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我们刚刚为什么没有介绍洗衣房 因为这边没有洗衣房 洗衣房就在你自己房间里面 没错 Alex说so good yes very good 对 这个就是洗衣机 然后旁边呢就是那个洗手盘 其实它这个大小已经刚好非常适合两个人用了 下面就是一个垃圾桶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平常清洁的用具 可以放这边 对 因为它就是在那个垃圾桶的旁边 然后再来上面呢 也是一些收纳的地方 也是那个 来我走到这个这个的后面 让各位看一下它的空间 对 它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深 所以啊 你们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而且呢 它的那个高度也是很充足的嘛 所以我可以建议各位就是买一些收纳的一些架子 那你那些香料可以分两层这样放 那你的空间就啊 最摆东西的效率就高 甚至那柜子的最上面 你如果是有一些pots and pants 你没有用到的 你可以往上放 嗯 对 再来就是它们主食的地方 啊 我忘了说这边标准的都可以给你们配一个吐司机 跟那个热水壶这样子 所以这个你们不需要买 但是啊电换包那些我们没有提供的 你可以先啊 问一下啊 啊 余虹社郡老师们 你的那个电换包那个啊 啊 啊 安全的这插头那个规格是不是适合这边的啊 啊 再带过来也行 对 呃 基本上呃我们的公益域 呃 因为安全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每一年做呃 呃 那叫什么 p test 插座插座的那些安全检查 嗯 对那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注重学生的安全 嗯 因为大家来自各种呃各国不同的地方 那 主要是所有的安全那些查座都是需要符合欧洲的规定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啊主食的空间 那主食的空间它有标准大小的那个抽 啊 抽风机啊 就是排气的 那个 extractor fan 所以啊 你在那个studio也不用担心那个油烟会太大 因为 这个强度是非常够的 我先看一下 看那个声音是 很强的 然后这边是两个加热部分的 两个加热的 那个主食炉 也是普通的 对一个大一个小 也是普通的 普通的电视炉 所以你不用特别的买那个induction hub那些 啊烤的东西不多 所以虽然是啊足够 但是我觉得可以的话 当然是分开 两个分开是最好的 对这个也是full size of it 那啊 我我让美根进来给你们看吧 来 这里 它空间非常的大 然后 呃 应该是说很像我的手 这样子比大家的大概就比较有一个概念 然后它的长度大概我手臂的一半 宽度不是长度 手臂的一半 嗯 好 好的 然后再来旁边呢 我就不进来介绍 因为啊 我让美根一边啊 演示给你们看 我就一边介绍吧 那微波炉就在上面 但是它冰箱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冰柜跟那个啊 是分开的 因为很多的学生公寓 其实它都是 呃 一个冰箱 然后上面小小一格的冰柜 但是我们是 上面冰柜跟下面是分开的 空间非常足够 对 但是刚刚也说了 就是如果你们是想办一些大型的party啊 什么部门 还是有那个holstay kitchen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 party那些啊食物 至此来你们没有地方放 你可以放哪边 然后再来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深的 收藏的空间 收藏的空间 对 对 然后整个手臂几乎都可以伸进去了 对 嗯 这边也是再多一点点收纳的地方 对 好这边可以 我建议可以放 你的电方包可以 就放在这边 因为这边有个插口嘛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暖气 暖气的部分也是 你看这么巨型的一个暖气 也会怕了吗 不会 对 因为这个是小时的 而且那个暖气的那个强度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 这边的同学可以看得到 他有可以调整 那你可以是个人的喜好 因为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的背景 背景 地区 地区 对 所以 能不能 就你 我们两个都是不咸不淡的中文 可以自己调整 对 然后这个浴室就是你门一打开 他灯就亮了 对的 那浴室也是 大小我觉得非常恰到好处 这边 那个镜子后面是有灯的 所以你们平常化妆什么的 灯光是非常足够 而且呢 厕所后面也是有多一些收纳 或者是放你毛巾的地方 下面就是他们的厕所 对 然后站进去shower 看有多大 对对对 这边的shower呢 等一下哦 我讲个角度比较清楚 好的 好 这是一个double shower 所以啊 是两个人大小的这个shower 你们活动的空间是非常足够 然后我的身高是170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 啊 这个地方真的 非常 非常高 从Mectar的身高170 到上面 其实空间都还非常的足够 对 而且呢 这个化妆呢 高度也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上下可以调调到这边 所以你比较高的话 也不用担心 而且那个shower的那个化妆 也是可以拿下来自己用 然后强度跟温度 就在这边自己调节好 啊 就是那个水压跟那个温度 你可以自己调节 这样 然后呃 跟各位特别提到哦 这个门 我个人是 他 不是很特殊 但是因为我住过的学生公寓 我是学生的时候 他有些门是往外 就是你洗完澡之后 他是往外推的 那你因为你洗完澡 你都会有一些水字在门上面 你往外推的话 整个地上都是水 但是他很贼心 他就是往内设计 他有两个窗户的 那你两个都开了就可以做一个 循环都非常的够 对对真的 啊 那好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型呢 是SILVER STUDIO 那他的每周价格是235磅 而大小呢 就啊到16.4到18.7 啊 之间的啊 那个大小 这个是偏大的 偏大一点点的那个房间 所以啊 你们选房间的时候啊 啊 记得必须要跟啊 你们用的老师们先问清楚 要那个flow plan 看看好你喜欢的那个房间啊 在电影的关系的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个SILVER STUDIO PLUS 这个房间的很好 是一个啊 国内的小姐姐 她就很好心的给我们看一下她 现在房间的环境是怎么样 所以里边的那些啊 资料我们可可能不会啊 这么详细的给你们介绍 但是啊 里边手的配备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我们尽量避免 那那位姐姐也是希望说 诶自己的学妹在还没有出来之前 能够看到房型 那有没有订购 嗯嗯嗯嗯 但是如果你们有 对那个学姐有什么问题的话啊 你们可以问一下 如果她能回答的 我们就问一下她这样子 对 ok 那最后要不要再给她们再view一次 哦对对对 给她们看一下 好我从门口进来哦 我给各位看的这一间 好 我给各位看的这一间 大家可以呃 记一下如果你要订房型的话 类似的就是带这个形状 这一间房号是105 它是silver studio 然后门进来之后在右手边 哦 这边有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呢 呃 右手边打开就是你的bathroom 然后shower ok 啊 哈哈哈哈 murder 然后在呃 门的后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可以给客人 或是你经常用的衣服 挂衣服 挂衣的地方 那现在这白色的 这一整片就是你的衣橱衣柜 那这是一个小餐桌 那呃 如果之前同学没有看到的话 再特别提一次 这是semgencies house 所有的插座的设计哦 这是你的study desk 这是你的书架 是你的书架 那下面 她有很多的让你可以插你的任何的不同的 嗯 嗯 摄寸 简直 简直 对设备 然后 两片大窗户 那这是双人床 下面的空间 非常的足够 它的高度卻100%是可以讓你把你的行李箱放進去 我們忘了你他們看的剛剛床後其實也是有插座 OK 來 然後我們有給你們看 這裡 我知道很多人躺在床上會瀏覽一下 好 所以這邊也是很貼心的設計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櫃子 好 那這裡有一個全身 哈囉 跟我自己說話 然後這就是一個open的kitchen 它還蠻貼心的就是 雖然它空間其實它很夠用 但是它還是很貼心的設計 把廚房跟你的床有隔開的視覺效果 對 而且再提提大家 我們現在有一個優惠 就是提早入住的話 每週只是75磅 你可以7月30號入住 到9月的那段期間 無論是你什麼房勤 都是75磅而已喔 對 從7月份 那因為在 7月30 對 St. Genesis House 它可以提早入住的房間數量 非常的有限 那不是每一個房間都有辦法提早入住 如果說你提早訂 那你特別訊明說你會提前入住 那就從7月30到9月10號 那段時間一週都是只有75磅 對 非常划算 好 那我們就去看那個小姐姐的房間囉 它的房間是在3樓 所以我們要走一小段的樓梯 那剛剛進來同學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公寓呢 是在Newcastle的 St. James's House 那這個是我們這邊非常非常火爆的一個公寓 它們每一年呢 這個時候肯定是已經有一些房型都賣完了 所以它的GOLD跟PLATINUM是有分兩層的那個STUDIO 它們都賣完了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比較貴的房型會先賣完的一個公寓 所以它們是非常特別 而且呢 如果你們錯過了剛剛的介紹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走了一遍那個健身房 電影電影師 他們的那個COMMEN ROOM 還有它的那個HOST IN KITCHEN 所以有興趣看它們的公共的設施的話 帶回那個直播環境以後 你們可以再看那個回放 現在我們去看的房型呢 是SILFER STUDIO PLUS 在三樓的 那這個是真的有學姐在住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裡面不會待太久 但是讓你們看一下這邊學姐 他們自己真實的那個生活情況 還有那個SUFER STUDIO裡面的那個大小空間感是什麼樣的這樣子 對 I think it's on third floor One more floor up 三樓 好險 沒關係 反正我們兩個人一起總有一個是對的 好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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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我們經過很多房間的那個中格的那個佈置 因為今天中國的學生也是特很多 過年 好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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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SILVER PLUS 嗯 對 好 應該是沒有人在吧 有有有 有啊 可以 哈囉 哈囉 你好 要不要say hi 因為他們想要跟你說謝謝 哈哈哈 不要這樣我不要這樣 我不要喔 好好好 好 他們當然要跟你說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很快就好了 好謝謝 來各位看一下這是SILVER PLUS 嗯 好 那也是一樣有洗衣機 對 它起居的東西 非常的齊全 嗯 非常的齊全 非常的齊全 我們就很快的進去看一圈 然後這個小姐姐她也自己添置了一些啊 衣架 收納的啊東西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啊 她平常是怎麼收納自己的東西 她也買了那個啊 鞋架 啊衣架這樣子 然後這邊啊 除了那個吐司機 啊都是啊 跟那個熱水器 嗯 都是她自己添置的一些啊 收納的東西 我覺得她收納的非常的整齊 而且那個冰箱旁邊的空間 她也完全沒有放過 完全利用 真的 完全利用得很徹底 對 然後這個衣櫃也是啊 我們不打開 但是啊 啊 那個空間你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高 也是啊 啊 非常足夠你們啊 那個 修納你的衣服 然後這邊就是啊 她的那個全身的禁止 再來這個房間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她 啊 休息的地方 轉一下喔 哇 你看剛剛看一下喔 我從這個各位感受一下她的那個 我從這邊我的背後是你的房間門走進來 然後左手邊就是你的廚房料理台這樣 然後右手邊這邊是你cooking的地方 那很貼心的一個就是在這道牆這個鏡子的後面 她其實就是感覺上就是你的臥室被隔開了 啊 對 好這樣是不是很貼心 然後這個房間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她的窗戶是分分在兩道牆的 所以她的背樓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而且這邊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就是啊 很好的演示 她怎麼把自己的啊電腦啊電子器材啊都可以充分的在這邊使用 因為那差的是相當的足夠 然後除了那個電視機都不是啊我們配給他們的啊 對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起居的地方啊 啊那個暖氣就是巨型的暖氣 再來這邊就是她的廁所 這邊呢廁所我們就啊 因為隱私的關係我們就對 給你們看啊 但是這個廁所大小呢是相對比較大 因為它是那個accessible的 啊就是方便那些啊啊有有點比較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就是廁所比較大的也可以啊 我們有這個房間你可以要求定也沒有問題 好的那我們很快的這邊轉一圈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accessible那邊 那我再從門口進來 那我呃隱私的關係我就不讓不給各位同學看房間的號碼 那我現在從門口進來 在門的左手邊就是的流理台 然後的廚房在你的右手邊 因為它這個設計跟剛剛那個是有點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分開兩邊 然後門的後面空間都還很大 可以把自行運用 那現在看到這是全身鏡 全身鏡的這一面牆的後面 它就是你的bedroom就是你的床就被隔開 所以感覺其實就是有你自己的一個空間 那一樣它床下面也是會有就是可以放行李箱的地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你不需要任何找空間放行李箱 然後它窗戶是分 現在窗戶你看出去上面那個鐵架那個地方 就是很有名的Newcastle足球場 然後這個門開進去 好 那就是浴室的 好就這樣子囉 各位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盡量提問 Thank you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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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廣色的小房屋 上面是Silver Plus 我們按給他們吧 有 我按了 Silver Plus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那個common space那邊 我們做一個小總結 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盡量提問 盡量問 對 我跟Manta會盡量幫忙 或者是如果你們現在暫時沒有想到 但是你們之後會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你們都可以跟我們聯繫 我們的email是 st.james.houseatstudentruth.co.uk 那等一下我會讓各位看一下我們的email的帳號 或者是你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就會有我們的email的聯繫方式 或者是 或者是會跟你們的YouHome的老師直接做聯繫 因為他們對我們任何的房型都非常的清楚 那你們因為在國內的關係直接跟他們聯繫其實是會最直接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也會最有效率 然後他們應該還有自己的優惠 他們現在應該還有一些他們自己會給你的優惠 所以相對來說你們跟他訂的話 他們可能有一些反線優惠 那你的能省下來的錢可能相對在高一面這樣子 對 因為基本上YouHome老師他在幫學生的這方面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一向都是最好的 所以你們對 盡量跟YouHome的老師他們做聯繫 因為他們就是我剛剛提到 因為如果是透過我們的話的時效性來講 都沒有他們會有效率 好 7月30號到9月10號 之間的租金都是75萬每週 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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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2分鐘是 remaining 好 好 我們各位再走一次 各位看到左手邊是我們剛剛看過的健身房 床 我們去到一個床 我們去到一個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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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分鐘 1分鐘 你要不要過來跟我一起坐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看的房间呢也差不多 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的公寓呢是Newka的Studio St. James House 那这边是一个只有studio的一个公寓 那它的地理位置是相当的方便 而且也是很安静因为它是在那个 这么说residential area 所以附近都是有人在住的地方 所以平常就不会说怎么说很吵之类 但是呢去大学的距离也是非常的近 因为到那个business school只需要三分钟 那你到China Town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用到两分钟 真的好近好近生活是非常的便利 而且去那个Newka大学是五分钟的步行以内 就是包括那个语言课的那个上课的地点 也是五分钟以内就到了 如果说你是那个Northumbria University的同学的话 那这边其实步行只需要十来分钟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今天看过的房间呢 有那个Silver Studio跟Silver Studio Plus 那Silver Studio呢它每周的价格是239磅每周 那他们现在只做那个51周的周期的 那其实Silver Studio Plus的话 他们 抱歉我说错了 239磅每周那个是Silver Studio Plus 那这个是每周51周的价格 而且呢这个房型就是刚刚看到学姐那个房型 他们现在只剩下一到两间而已 因为一间就卖掉了 哦这么快 所以真的赶紧 如果你们喜欢刚刚那个房型的话 赶紧的订 要不那个最后的那个房型就没了 而且那个Gold跟Platinum现在已经卖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没有讲解 再来呢我们给你们看另外一个房间呢 就是样板样板间那个房间 它是Silver Studio 那它每周的价格呢是235磅每周 然后其实它大小跟它所有的规格 跟那个Bronze Studio是一模一样的 这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但是Bronze Studio来说呢 他们就相对只是在那个Ground Floor跟Lower Ground Floor 但是啊那个Studio Bronze的话 你不用担心影视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跟大街的风格是很明显的 而且采光也是非常足够 然后呢 啊这边我们现在有做一个优惠 就是那个提前入住75磅每周这样子 啊所以啊7月30号入住到9月10号期间 无论是你订什么房型 我们现在的价格每周都只是啊75磅这样子 啊这个优惠我们不知道 啊我们不知道会做到什么时候 因为他们房间真的去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有兴趣的话真的要赶紧跟我们U-Homes的顾问老师们啊 啊就是啊就是嗯对咨询一下 而且呢啊再说这边是20小时服务的啊 啊然后那个包裹代收也是啊 啊然后这公园呢 它一共啊有四层对吧 三层三层对三层 啊包括Lower Ground四层 啊包括Lower Ground的话是四层啊 啊但是它也是有电梯的啊那这边这个公园呢啊也是支持那个Free Door Occupancy 所以你们有值班旅或是有些很亲的很亲的闺蜜或者是兄弟想一起住也可以啊我们可以帮你办这个啊Free Door Occupancy 那这边今天我们介绍的大概就是到这边了啊那Megan我有说漏一些什么吗嗯全部都都包含的 没关系如果你们有突然想到有任何的问题你们直接跟U-Homes的老师联系 因为他们的的效率都是非常的好都会马上帮学生处理嗯嗯嗯对那我们就再等一会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先再问啊要不的话啊再过 然后2到3分钟我们就来结束这个直播喽 好的 之前的刚进来想问一下那是什么房型啊对那个就是我们在播那个Silver Plus 对那是Silver Plus啊嗯对刚刚那个是Silver Plus的房型嗯嗯就是厨房跟那个啊休息空间是分开的那个对 因为Silver Plus它现在呃全部都卖了只剩下一间那呃在我们这个直播这段时间 这期间我不确定是不是另外一件也卖掉了 嗯嗯嗯嗯 好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咯 好谢谢你 谢谢Alexis 啊在在后台这边 谢谢 谢谢我们 好也谢谢各位 今天过来看我们的直播 那我们明天还会给你们看 啊我们Newcastle的其他的公寓 明天会是那个Newcastle One Newcastle One 星期四就会是St James Point 对的有兴趣的话啊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咯 拜拜